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雨 也是何家荣 两千四百三十五集 林雨点点头 她叮嘱道 你就按照这个范围去调查 但是切记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自己去查 并且宁可调查中断 也不要被此人发现 这个人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难对付得多 否则的话 也不会知道现在他才浮出水面 如果这次不是林雨赶向米国 只怕还无法确定 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毕竟他们已经除掉了一个姜存盛 而且先前和二爷提起的重要机密 可能是从军情处泄露出去的 也不过是个猜测 可见这个人隐藏得极深 试想一下 如果这一次林雨不去的话 那么这个人只怕仍旧不会露面 却还不知道要潜伏多久呢 也不知道要害死多少同胞和战友 而现在整个军情处里面 林雨最信得过的 便只有韩冰一人 所以这件事情 只能交由韩冰一个人去查 好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亲自来查 韩冰郑重地点点头 这一刻他跟林雨的感受相同 突然间觉得军情处里面 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信得过 你在米国境内杀了德里克 对特勤处和米国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们竟然还能放你回来 韩冰紧皱着眉头 神色凝重忧虑 不得不说 这个罗氏家族 当真是神通广大 我不信他们付出这么大代价 仅仅是为了还你一个人情 在军情处这么多年了 韩冰的警觉性 也远非常人所及 所以几乎第一时间 就嗅到了这件事情中的不正常 只有罗氏家族 与咱们国家之间来往频繁吗 好像不多 毕竟是西欧那边的家族 亲近米欧 跟我们的关系不可能太近 所以我才心存疑虑啊 但愿他们只是对我 何家荣有所企图吧 不过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可能要收集 一些关于罗氏家族的信息了 明白 韩冰瞬间心领神会 他郑重地点点头 就在他们两个人交谈的功夫 韩冰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看到了屏幕之上来电号码 韩冰的神情一变 他急忙往林雨的手中移送 兴奋地说道 何二爷回电话了 林雨接起了 快步走到一旁 十分谨慎地 扫尸着周围 示意韩冰帮他警戒 这才接过电话 家荣 是你吗 家荣 你回来了吗 电话那头瞬间传来 何自珍兴奋激动的声音 甚至隐隐带着几分不可思议 是我何叔叔 我回过了 这次任务圆满完成 我也见到了前老爷子 并且顺利地获得情报 太好了 好好好啊 电话那头 何自珍顿时连声叫好 他笑了一阵 关切地说道 那你 以及跟你一起兴奋的战友 有没有受伤啊 放心吧 何叔叔 我们都很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前老爷子呢 他老人家还好吗 他 老人家被特情出 灌了药 已经现实了 林宇鼻头顿时一酸 哽咽说道 电话那头 何自珍顿时沉默了 接着低声感慨 我是无双 我是无双啊 老爷子厌弃之前 还惦念着祖国 林宇轻轻地叹息一声 接着语气一正 何叔叔 找回那份丢失的文件 就是对前老爷子 在天之灵 最好的告慰 你身边现在没有人吧 我将辨别方法 告诉你 好 你说 假如 我身边现在没有人 我希望你确认一下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林宇低沉着 一字一顿 一个人都没有 何自珍似乎听出了 林宇话中的深意 立马将身边的人全部驱赶出去 让他们将门带好 这才低声地询问 林宇便将米国的事 大致地跟何自珍讲了一下 听闻林宇此行如此之凶险 何自珍也不由得 有一些意外和后怕 再得知他们内部有内奸 并且将林宇出国的消息 提前出卖给了特情处 何自珍更是惊诧不已 听到他这话 林宇的闲情一变 陡然间回过神来 是啊 他出国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何二爷 何二爷是根本不知道 他出发的航班 以及具体时间的 而特情处 可是对林宇的行踪了如指掌 在他所乘坐的飞机降落之前 便已提前将前老先生撤离了 那也就是说 如此一来 已经排除了何二爷身边有嫌疑 那么可疑的范围已缩小到了军情处 电话那头 何自珍也低声地冲林宇提醒 我建议你 着重排查一下军情处 你去美国之前 我跟你提过 我猜测军情处内部有内奸 现在看来很有可能 出卖我们行动信息的人 跟出卖你的人 是同一个人 我这边已经安排人开始调查了 不过 为了一方万一 这边我也会进行排查 如果有什么异常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 林宇郑重地回答 接着低声将辨别文件真伪的方法 告诉了何自珍 听完林宇的讲述之后 何自珍顿时长出口气 感慨道 太好了 有了这个情报 我们就可以清顺地辨别文件的真伪了 搜索效力将大大提高 并且将很多占有 不再去牺牲了 他再次地语气一吝 强 我再次替军情的万千占有感谢你 何叔叔 您言重了 希望您和兄弟们早日找到那份真的 开宣而归 我等着与您一岁放休呢 好 相信用不了多久了 将信息传达给何自珍之后 林宇的心这才踏实下来 随后 韩冰开车 将他和奎门郎 燕子 摆人图 一起送回到中医医疗机构 路上的时候 林宇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冲韩冰问道 对了 上次万小峰死之后 楚云喜那边有什么东西吗 但信中提到那个匣子 到底是什么 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